打烊的热炒店来了不速之客 一群人聚集 假没几句上演斗殴场面 一阵拳打脚踢 黑衣男随手拿板凳砸 乙店还飞了出去 餐厅上演全五行 警方抵达现场已经乱成一团 以致物品东倒西歪 男子走路不稳 得要人搀扶上救护车 被打的是热炒店的老板 28岁的林姓男子 他的店面位在高雄新兴区 七嫌二路 6月3号凌晨3点多 林姓友人来找他 为了70万元的债务 希望给宽限期或是分期付款 老板态度硬 要求给还款时间 对方不满 朋友跳出来声援 当场爆发肢体冲突 店内的员工把人拉开报警 我就是看到 是我报警 我跟他进去 我要进去看他铁门就拉下来 林姓店长丢去并徒手拉扯 造成其头部红肿 手脚挫伤 本分局快达警主 到场后将在场人全速带回了解 警方到场之后 把在场的人通通带回派出所 经过确认动手的三个人 依伤害罪 妨害秩序罪送办 林姓男子被欠钱 却挨打 刚开幕的热炒店 也被搞得一团乱 TVBS新闻张力霖高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